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嗯 是这样 婚纱呢 可以是租的 这西装我也可以去借 但是 思琪 一心想去巴黎 我想尽力 满足他这个心愿 没钱还想去巴黎 爹 毕竟 一生只有一次 我不想让他失望 妈 别哭了 你不答应过我不在姐面前生气吗 万一他回来看去怎么办 你说我这身体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啊 这关键时候什么忙也绑不上 妈 你年纪大了 高血压 动脉硬化 医生说了你要是勉强绢肝更危险 别逞强了 不是还有文啸哥吗 虽然说是跨血型配对 但也有成功的案例啊 早知道这样 妈就一定好好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了 原来 他们都知道了 只有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 你早就知道我的病了 对 你就不应该瞒着我 告诉我妈 只会让我更痛苦 我是为了要救你 你知道 这对我妈和严冬来说 有多残忍吗 我妈当年就是因为劝我爸上手术台 我爸才会死在手术台上 我爸离开以后 我妈像疯了一样地找我爸 她怨恨自己 为什么要逼我爸上手术台 文啸 我不会让我妈做出这个选择 我更不会让我妈捐赶 我只想安安静静地过完 这一个月离开 你为什么不让我安安静静地离开 可是我不能失去你 文啸 你妈和严冬也不能失去你 我经历过父母的离世 你也经历过父亲的离开 你就应该比谁都清楚 当年我妈就是为了不让我们担心 错失了最好的治疗机会 可是你知道吗 最痛苦的是我们 你活下去对我们来说就是希望 你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呢 要剥夺我们对你的希望 要剥夺我们对你的希望 答应我 你做手术 等你病好了 我就跟你结婚 好 我答应你 但不管手术 失败或成功 你都不能悲伤 你都不能悲伤 手术要是不成功的话 眼下她得有多大的遗憾呢 阿姨 我之所以这么做 是为了让严夏对未来有期待 还有不舍 等手术成功后 我立马去跟她办婚礼 所有的事情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还是让严夏先准备手术吧 温孝 谢谢你 妈 我知道我不该瞒你 我是不想你再为这个事情伤心 原本我也不想手术的 我就想默默离开 可后来我发现 我错了 我不能逃避 我 所以决定 我要接受手术 妈 如果 我是说如果 我是说如果 我希望 你能把文啸当成自己的儿子 让他觉得这里永远是他的家 你 我可以了 你 你 我可以了 我可以了 你 你 我可以了 你 我可以了 颜冬 如果我有个万一 那以后你就替我照顾好妈 她年纪大了 唠叨点也是为你好 你也是个大人了 做什么事情 要考虑后果 不要那么冲动 以后这个家 就靠你了 大胤姐 好好做个男子汉 思琪啊 有件事 我要找你商量商量 什么事 这 就是 关于我们 婚礼这个事 我想 想什么 是 是这样 我知道 去巴黎举行婚礼 是你的愿望 作为男人 我一定帮你实现 但是在实现之前 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 所以 我是说 我 我想把婚礼的日子再 往后掩掩 多久 这 我尽快 经过检查 丁文啸的配型不符合 如果要进行手术的话 只能由林婉霞卷造 不用担心 医生说 癌细胞控制得很好 文啸 如果我手术失败了 我是说如果 没有如果 如果我手术失败了 我希望 你能把我的家人 当成你的家人 如果有一天 你还能遇到一个 陪你度过下半生的人 那你一定要好好对他 不要让咱们两个的回忆 成为你的束缚 好吗 你如果不想让我 孤独争老的话 你就安全地做完手术出来 电话响了 喂 莫辰 文啸 你现在来DIA一趟 我想跟你谈有关 私人定制的事 好 一会儿我就过去 我有事要先回DIA一趟 我愿意卷干 因你目前的身体状况 手术危险度极高啊 不会有事的医生 你就让我卷干吧 妈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妈没事儿 可以的 医生都说了 你卷干的危险太大了 再大能大得过你姐的命啊 妈 妈 文啸 这是私人定制的订单 来 莫辰 这个订单 可能无法预期完成 为什么 眼下得了肝癌 现在在住院等待手术 如果需要完成的话 我可能需要领山的帮忙 我要等到别的肝源就做手术 眼下 听话啊 听话啊 医生说了 直系亲手捐肝 相容力更高一些 再说了 你要等别的肝源 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呀 您老人家有高血压 您不知道啊 您不能做手术的 你看 我很健康的 没问题的 我明天就出院 不行 绝对不行 我跟你说啊 手术不能耽误 眼下 你说 家里要是没有了你 我们活着 还能叫活着吗 妈求你了 我想推迟婚礼 为什么 眼下 得了肝癌 肝癌 眼下现在人在医院 孝氏光年的私人定制 光靠文孝一个人 根本完成不了 眼下生病了 是为了心目熬夜 所以 我们一定要帮眼下 完成私人定制 我明白了 说实话 我真没想到文孝 会走上裁缝这条路 我明白文孝的心 眼下 真正支撑文孝的 是你 私人定制永远少不了你 不管是为了消失光年 还是文孝 你都要坚持下去 我答应了 我都要来 我请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都这样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说呀你 好了 你别哭了 我没事 过几天就要手术了 医生说我病情控制得还好 成功率是很大的 思琪 我如果万一手术失败 我有什么意外 我希望你能多去陪陪我妈好吗 你别瞎说 手术不会失败的 手术一定会成功 一定会成功的你知道吗 一定会成功的 不哭不哭 一定会成功的 思琪 你怎么哭了 是不是因为我跟你说 把婚礼延后的事 我告诉你 我肯定让咱们在巴里结婚 让你在小姐妹面前 疯疯光光的 不是 那你怎么哭这么上去 那是谁欺负你了吗 好 眼下的得了个癌 本来以为 眼下的苦日早到头了 也找到了好归宿 没想到 老天爷这么不公平 让一个这么好的人 发生这种事 思琪啊 别太难过 不都说眼下是好人吗 老天爷肯定看得见 他一定会好的啊 不哭了 不哭 思琪 你看啊 我以前就 只知道怎么管理萧世光年 怎么才能赚更多的钱 怎么设计出更好看的衣服 我为了这一切 忽略了对我最重要的东西 我家人 还包括文啸 你看 现在来不及了吧 你别胡说 现在癌症不是什么大问题 科技那么发达 一定可以治愈的 我跟你说这些 不是因为我的病 我是想要告诉你 出现在你生命里的 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 更何况 你找到了一个疼你的 爱你的 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 别再耍小孩子脾气了 相信我 任逊是个值得托付的人 你要学会珍惜 学会包容 还要信任对方 任逊对你有多重要 这一点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了 我知道 你看像我 每天看着身边的人 我能做什么呢 我就只能笑着说 我没事 放心吧 我跟你说 我难受不是因为我的病 我是觉得 我还有太多放不下的东西 你说 如果我走了 我妈跟严冬怎么办 你跟人去吵架了 谁去劝说 还有你 丢三拉四的 我不在谁来照顾你啊 让我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温孝 你觉得你现在能承接吗 肖氏光年是眼下的父亲 唯一留给他的东西 而私人定制 是我唯一能够为眼下做的 温孝 承诺固然重要 但不能成为枷锁 你父亲的承诺 锁了你十几年 好不容易你在村中走了出来 难道你又要把自己 锁进另外的枷锁中吗 这个承诺 可比迪爱上市的承诺重要多了 因为这里是眼下唯一活下去的理由 眼下 你看你爸在的时候 没征求你的意愿 就强行让你学习裁缝这门手艺 直到你爸走 你年纪轻轻的 就扛起了肖氏光年的招牌 继承了副业 哎呀 妈看着你 天天为我们一家的生计 忙里忙外的 真的是心疼啊 现在你好不容易摇出头了 又碰上文孝这么好的孩子 哎呀 我还以为 苦尽该来了 没想到呢 妈 我这不好好的吗 呸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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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呸 呸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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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呸 呸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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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呸 没事了 没事了 我跟你说 丫头 咱这手术肯定能成功 就当打开吊瓶 睡一觉就过去了 是吧 我跟你说啊 我们不会有事的 咱们得健健康康的啊 文笑还等着你结婚呢 我和颜东 还等着你嫁人呢 妈 这嫁出去的女儿 就是泼出去的水 你不难过啊 我跟你说啊 你要是嫁不出去啊 那我才犯了仇了呢 妈 我知道 你对于爸爸的手术 一直耿耿于怀 现在我自己 要面临这个情况了 我终于理解 爸当时为什么那么说 他是因为放不下你 放不下颜东 他觉得颜东小 没有人照顾 没事 放心 我知道 爸会保佑我们的 没事 没错 老头子会保佑咱们的 没事 嗯 嗯 嗯 就说 实际上 哦 这 两个人是 感谢观看 还记得我们刚认识那会儿吗 你说 我剽窃了你们公司的设计 我说你透了我的钱包 那个时候啊 我两个人一见面就吵架 恨不得掐死对方 巴不得这辈子都不要在我交集 当然记得 你的出现 完完全全打乱了我的生活 而且乱得一发不可收拾 也正是因为你的出现 才让我觉得 这样的生活 其实也蛮有意思的 可能你就是老天对我的恩赐吧 然而 当我们就要彼此敞开心扉的时候 要把全部的自己给对方的试吼 老天就跟我开了一个玩笑 好了 别说傻话了 这是我们之间感情的考验 只有经历了磨难的爱情 才值得纪念不是吗 殷霞 当你手术结束了 你想要一场什么样的婚礼 婚礼 我就是想要那种 简简简单单的 让人印象深刻的 就是 你穿着西装 我穿着婚纱 四季 你搞什么弄这么神秘啊 一会儿睁开眼睛 你就知道了 三 二 一 二 人叙 虽然去不了巴黎 但是我还是想跟你结婚 所以我在墙上画了埃菲尔铁塔 就好像我们身处巴黎 人叙 你愿意娶我吗 无论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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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下 别怕 马不会放下你一个人的 妈 丁总来找我真的是解决工作上的难题 你错怪他了 你的手又没残 你画个设计图还需要他帮忙吗 别给我找借口 我没找借口说的都是事实 公司要求我跟牧总监比赛 我需要模特所以 对呀 那许墨尘不就是个模特吗 你怎么不找他帮忙呢 妈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这种做法 让机房邻居戏戳我的脊梁骨 看咱们严加的笑话 咱们又没做错什么 有什么好笑话的 还没做错什么 你背着许墨尘跟他来往 这还不够啊 妈 我跟许墨尘没关系 我跟丁总也只是工作关系 工作也不行 你走 马上离开这儿 我不想看见你 妈 丁 妈你这是干嘛呀 干嘛 我在保护你 傻丫头 我不许你跟他来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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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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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神的面前和他结为人生伴侣 陪伴他相信他 支持他 依靠他 无论他疾病还是健康 富裕还是贫穷 都始终如一和他走到人生尽头吗 我愿意 现在我以神的名义宣布你们正式成为夫妻 荣幸光大资本 我是丁文孝的朋友 我叫吴霄 之前我看过你做的程序软件 我觉得你很有天赋 如果你想继续做这方面的研究 我想我们荣幸光大这边可以给你投资 真的 太好了 肖世光年已经得到了国际认可 成为了高端定制 眼下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现在肖世光年是时尚界最闪亮的一颗星 是 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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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